Hello,大家好 昨天去市场买了四炸葱回来 因为做促销,四炸和一炸差不了多少价 那这么一大堆葱买回来 放久了一定会烂掉 就算你三天两头大鱼大肉 也不一定马上会用完 所以一般这么多葱买回来 我都会给它先加工一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留几根新鲜的 其余的洗干净 给它切成葱花 然后冻起来 那炒蛋,炒饭或肉馅都可以用上 那冻了以后呢 这些葱花会结团 那结了冻的葱花 你只要用一根筷子或者尖尖的东西 轻轻的碰碰它就会散开了 你也可以留几段葱头 留稍微长一点 准备一点清水 每天晒晒太阳 换换水 几天以后它就能长出一茬 你再勤劳一点 可以换换花样 做一碗葱油 切一寸左右长短 加些洋葱会更香 油七八分热 一起下锅 用中小火这样慢慢熬 大约十分钟左右 水分收干了 青葱变黄了 就准备起锅 不要让它焦了 因为这个葱我们不扔掉 可以派用场的 这个油除了很香很香 还特别清 特别亮 你可以淋在有需要的菜上 这个葱可以拌面拌凉菜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